他们之前先流对抗的那个胜率是蛮高的 而且其实先流对抗的话有 来了来了来了 整活了 啥呆是整活还是拼尽全力 那你对面选一手 哦藤真没了 哎呀吃上了 可以吗 肯定他拿吃上 功臣还在 肯定拿吃上 李白猜的太透了 但是他们这个不太好进攻啊 我对李白说实话 刘川峰 刘川峰跟清田信朝的防守 你一个先倒章 你能打得出进攻吗 这个其实也蛮难的 但是 就是他们套着聘个个人能力去打 然后李白只要去恶心人就可以了 剩下的篮板交给MG 他们其实分工很简单 甚至太明确了 我觉得李白在你的一通解说下 从上 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恶心人 我就恶心你 我就恶心你 然后穿股圈没有打好啊 就是说顺实话 对 没恶心到对面恶心了自己人 状态 状态不好 这就是状态不好 其实还是有一点 就是说队伍的状态 就是赢比赛的关键 就时间更稳定嘛 就是说你不可能说 我只面实力强 我就能一直赢下去 你人 你毕竟都是人 你并不说是 我是那些 就是 游戏里的固定角色 是的 我看这边 没机会 再给到PINK手上 看第一个球怎么打 我感觉真的挺难的 刘川峰跟清甜信 场两个人啊 哎 这是一个亲干扰 篮板 我男哥哥这边场的有点好 他应该学到了个后仰吧 好 你看 你学到了后仰 但是问题就在有后仰 后仰学到了 哎 给干扰 篮板球 这没办法 原版小阿呆拿到 继续让刘川去主打 但是严重干扰 狂吃 篮板球是我的 池上的干扰其实蛮狠的 就是正常来说 急训刘川 都也得三进一 或者是更多次去顶 就是后仰进了一个球 我刚才在间隙的时候 看了一下数据 就是压 MHM赢的那个竞猜币 一共有五十一点一万 发了发了发了 如果这是五十一万人民币 在起飞了 那没 竞猜币 竞猜币 够了够了 游戏里面随便花 可以买点资源了 是啊 这一波起飞 单车变摩托 其实今天整体的比赛 哎 这个中头 上当然了 这边冒下 小阿球 假托真传 2点 可以 感觉这边很明显 小阿呆并不作为主打 而一直让这边小阿球 用职讯流传器跟他对抗 实际流传器跟他对抗 实际流传器跟他对抗 有点意思 扣腰量 断 扣位 扣位 可以 双方其实打进攻都很纠结 一方是吃着干扰 一方是三个点都有人防 但总的来说还是天生无际的阵容 我感觉要好一丁丁 来了 秀起来 再给 不敢摸呀 容易被断 没有一起 干扰 不干扰 免反 补来补进可以 男哥哥在内线好像风生随起 如鱼得水 2点 我们的帽 这边被小阿射捡到 是 再来进攻 严重干扰 被进 但又被补进了 男哥哥 H&M你要不要试试看 帽一下 补篮了 如果一直补的话 试试看 帽下来 MD老韩腿去抢了个地板 跑到了中场 太难受了 消失在了地图上 我感觉现在他们把重心就是让 拼格自己去打 是的 拼格打得也还行吧 扩得起这个责任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独立 他杜兰特肯定要考虑自己 我这个小困 杜兰特有一年去了勇士之后 那一年就是感觉还没有打季后赛呢 大家都已经纷纷去买勇士冠军了 然后到真的打到季后赛的时候 所有人全部伤病 那一届你还记得吗 然后从此勇士一决不振 真有趣 有一年是这样子的 是这个 对 所以后来又走了呀 不如柯林 再见 好球 其实还是那个问题 就 个人能力的确很强 没有一球是巧合的 但是定格这边 这边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有点说说 比较 比较 还是说实话配合度 是这个问题 不可 帮下来 想要大家拿到地板球 对 虽然能 看大招 大招没冒掉 那这样的话天生无极暂时领先 HM感觉是不是一决不振了呀 对 这边再看 这边再看 接球 红倒 直接后仰出手 先干扰 蓝板 啊 蓝板这边 一定难抢啊 蓝哥这边表现一直非常不错 是巧合的 虽然再不进 这感觉在经历了刚刚一场大败之后这边天生无极反而越战越勇而这边似乎丢了魂一样 1点被冒下 地板球捡到 火车步 2点 哇猜到 1百球小阿球拿到 哇第一局现在领先4分还有50秒钟的时间 是 球 直接投 但是 又是男哥哥 哥哥追你 哇 HM今天整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感觉有点蔫儿了 感觉现在就是说实话这场补赛 赢的功臣 今天生无极这边 男哥哥绝对是当之无愧 该补的球全补进来 但是这球 看一下 本身选持上他们进攻是困难的点 天生无极这种对我状态好 哎呀 被直接抢断 他们状态好起来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 哎 没抢回来 2点 哎呀 对方一点没反应过来 2点的时候对方全反应过来了 准备连季军都拿不到吧 你把 哈哈 基本秀到了 秀到自己人 小阿呆表示这个 常规常规操作一秒钟无所谓 嗯 差两分 但是对于天生无极而言这 还有别跟我说这第一局定律又来了 啊 BO5 不好说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 天生无极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得把男哥给供给 我感觉这局天生无极 任劲还是有的 因为他们刚刚输完3比0的一个比赛 六个篮板意味着什么 他的那十分有五个板是补了十分出来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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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男哥哥可以看到刚才补篮也是补得非常稳的 而且盖帽的话 其实他们 呃一共盖了八个帽 全面的封锁了王太太的一个进攻 第二局比赛要目前天生无极领先一分 颁掉了工艺和刘川峰 哎 先拿双塔 天生无极先拿双塔 那看看MG会不会针对他们第三个位子来选或者搬人 这 看一下会怎么选 王太太的 进攻又在赌吗 又在赌顶头 赌篮板 因为沐生一是 王太太和李白都是拿手好戏 然后这次是给了王太太去做一个防守 已经没有工艺了呀 没有工艺的话我觉得有点 有点大才小用啊 去选一个让王太太去怎么说的自断一臂 因为他们这样的进攻可能也不好打 这自断一臂 但是我明显觉得啊 这边天生无极这种更好一些 对啊 空间型的一个内空间的打法 中转战也有配合也好 但是 王太太看能不能防好功臣吗 因为孟武生一是可以单人防这个功臣两天两个点的 他就自己去防他里或外嘛 他有一个帝王追加的一个帝王帽 但是他能不能有能量就不好说了 是但是重点是在他们那个阵容上面来看的话 HM这边的阵容其实纯粹就是拼板 还有就是依靠就说是长虎川顶头 没有别的花样 反正那边的话其实更多是三个点都可以打中转战也可以打 然后包括就是说由南湘分球再给到阴幕 让他们去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多点的一个猜拳 对而且单塔打双比较反双也不占优势 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天生无敌的阵容要比HM好很多 南湘这个车要有多句话 盘球真的太好了 哎球直接小阿呆拿到 结断 后仰 后仰出手 南把 哎 顶头第一个就命中 哦 神来之笔啊 再给 电到了 天保下 天保下来 南哥哥直接拿到地板球 又是给到小阿呆一个进攻机会 原地头 篮板球 这边 接头 再顶进去 来吧来吧 我感觉 两局 开局 都 感觉不在 不在他们自己的节奏里 打的有点乱 哎呀 想进攻也被冒下来 天保就是想干嘛 就是想自己打 我觉得他选这个后面就是想自己打 而且他木声音是 在吸道了 没有第二首 最后 因为一般现在这种选木声音的话 都是 到最后一选 上的选上 因为基本上不会上单位嘛 但是他就一来就选了一个木声音 就叫我 我再给你 就在这种选择 我一来就去 在这种选择 我一来就去 那那种选择 我一来就去 我一来就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跟那个pink说说句话 在你来之前我们就是冠军 我换人吧 怎么说 换人拿季军我觉得还有搞同 我说句实话就是 让李白去打他看 反正再不计就是 我说了 快点 我说 我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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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是 真的说句实话 硬挡拆 我觉得 真的说实话 不太妙 脚天除了一手挡拆之外 没有别的 而且他好像也不挡拆 我感觉他挡拆的次数 也不是特别多吧 先看看 发挥吧 我觉得脚天 其实说实话 就整体来说 还真的是 是不如其他的一些就绝色好用 除了那个时候脚舔挡拆加工艺 那个时候是难免的 看 第一个球就扣了 对 就骑啊 因为你本身这内线偏软 就往里骑 MZ压力又大了 难把 男哥哥拿到第一个板 难抢啊 直接学到了后仰 就是不信心 脚身船 看这边 一点被冒下 MZ拿到地板球 但是必须要投一个必性球啊 这不然连续几次 MZ一个脚舔去抢摆 不好抢啊 两次比二 天生五级的球权 哦 接球了 哎 差点点差点点 那是王蔡蔡 哎 这些假投真传给王蔡蔡 接头配合不错 啊 这都铁 对 有点系统 我在急 这太折磨人了 五篮 五篮 五进 天生五级再拿两分 六比二 这是一个 引后 引甲帮助后仰 在接近 去攻框 但是 篮板不能抱 哎 防守不错 地板球 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去做的事情 也不能松懈啊 天生五级 嗯 这上面的强度还是在的 受干扰 篮板 篮板这边 篮板 对 给男哥表现一如既往 篮板球上没有吃过 哎 假投真传 这个球被断了 又被中倒了 地板球 无了 这难受啊 哎 起 炒过来了 接头 篮板 哇 又是男哥哥 捕篮补进 炒难受 我觉得男哥哥是不是专门去做过捕篮的训练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 要专门做一下冒捕篮的训练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他你看他捕篮补的很型熟啊 几次踩了点都很到位 嗯 那先到王蔡蔡就得入操作 2点 2点 可以 啊 但没有来得及回防 对啊 男哥哥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拆2点 因为 Pink每次他用这种招数王立功都基本上2点 因为内线就一个人 B跳1点 心理大事 心理 其实男哥下次可以拆2点 在这边顶投命中 我一定是 领先4分 HM还有追分的机会 向左突破 直接后仰 拆 在没挡到 他说了 嗯 10比8 然后呢 有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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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